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唐柏乔 12月2号在纽约召开记者会 宣布发起对六四镇压学生和民众的 直接责任人李鹏江泽民 以及中共政府进行民事起诉 在中共十八大纲结束不久 中共巨头就被告上法庭 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请看以下的报道 唐柏乔在记者会上介绍 他将与几名亲历六四事件 受到中共政府打压的受害者作为原告 一起起诉李鹏江泽民以及中共政府 唐柏乔解释 六四的罪魁祸首邓小平杨上坤李鹏三人 因为邓小平和杨上坤已经去世 因此只起诉李鹏 而1989年6月4号 江泽民已成为中共总书记 此后对民运人士的迫害都是在江当政时期 所以也要起诉江泽民 唐柏乔表示 中共在十八大上认定走民主之路是邪路 那么就需要外部的力量促使社会变革 他指出 起诉中共政府和恶人 不仅是为六四受难者还一个公道 也是鼓励其他受迫害群体 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维权抗暴 反抗中共暴政 参与的人越多 促成社会的变革力量越大 成功越快 唐柏乔曾经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 参与组建湖南高自连 随后以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被判刑三年 六四人士郑存柱表示 六四是中共绕不开的一道坎 这笔账必须算 之前一直说平反六四平反六四 都是把认为六四是中国政府 或者共产党做出的一些事情 让他们主动来进行更正 唐柏乔先生他的一个举动的话 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我们不要求政府来更正 或者共产党来更正 我们认为他们犯了罪 那么或者是从法律方面 对他们进行追究 唐柏乔表示 江泽民李鹏的家属 他们现在至少有10亿 或者100亿美金以上的家产 如果每位原告要求100万美元的民事赔偿 100个人联名告他们的话 也就是1亿美金而已 只是对做坏事的人的一种惩罚 唐柏乔透露 他的行动得到了世界各地的迅速回应 仅仅两三天就有数十人参与 他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起诉团 大家一起承担 一起分享将来的成功 作为发起人 唐柏乔正在联络组建律师团 将于2013年元月提起诉讼 他认为这场官司是稳赢的 日前数百名中外经济学界学者 和大批中共高官参加的 2013预测与战略年会上 习近平的博士生导师孙立平 也将指出 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与法治 完全格格不入的国家 政府为了维稳 能够为作恶授权 孙立平指称 现在群体事件不断 罢工暴动示威此起彼伏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 最简单的表现就是 老百姓不好管了 政府说的话 老百姓不信了 中国现在这个状况 又不允许是吧 中共这么一直这么下去 道德继续下滑 腐败继续加剧是吧 贫富玄虚继续扩大 官员龙来收割财富是吧 越野越烈 包括环境的破坏 等等各种东西 各种局面都已经到了临界点 包括习近平的导师 沈丽平都发出一种强音 认为这个中共如果再不改选更张的话 再不进行这个寻找新的出路的话 可能五年以后 可能面临被革命的局面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日前撰文提出 近代中国民族的最大失败 莫过于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 过程中只是害死了数千万中国民众 和一大批精英而已 感谢观看